一大片半透明的塑膠布 用膠帶固定 从天花板一路垂到地面 将大门完全遮挡 这一幕累上海景象 让魏小姐气炸了 魏小姐控诉因为前夫确诊 同出的女人也在居家隔离 她来社区送餐 却发现家门被管委会贴成这副模样 我不知道说我们现在到底是在台湾 还是在上海 然后我请管理员把塑膠袋拆掉 然后他们无动于衷 一副很冷漠的站在柜台看着我 事情就发生在南屯一处社区大楼 魏小姐控诉封门举动 根本是歧视 气得报警处理 主委太太昨天就回复我了 她说因为担心飞沫传染 所以必须要用塑膠袋 这样子把人家的门这样子贴起来 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一个猎物事件 非常的可恶 求证大楼管理公司要联络管委会 但对方一律只说不清楚 什么时候去贴的 我不清楚 不能跟他联络一下吗 我不清楚不好意思 警方则表示到场时塑膠部已经撤除 社区管委会担心住户隔离风险 这个社区司决议将塑膠布贴在门口上面 到场有告知说 这个部分会涉及刑法 304条强制罪 经警方协调后 管委会已经向魏小姐道歉 也向警方解释 这塑膠部可以拉开 也能向上卷起并未达到封死的程度 但是否提出告诉 就得等屋主解除居家隔离 再做定夺 拎着药包走进社区 管理人员要把这物资送到住户家门口 随后又出现在社区管理室 正逢疫情升温期间 社区管理员多了带送物资到住户家门口的工作 万一碰上老旧社区没有管理员 也没有人可以帮忙带送物资 有民众求助议员助理 最后火速将物件送达 老旧社区递送难度高 至于社区大楼碰上居家隔离或照护状态 递送者就成为关键 递送物资的人送到大楼时 透过登记后进入社区 亲自送到个案家门口后离开 或者为由管理人员或保全转送到楼上 都是传递防疫物资的可行做法 很多送餐的人员可能就是到了之后 没有管理员收 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 那不然你放在下面 那我如果看楼下门打开的时候 我就帮你送上去 送餐送药或送物资 轻送或代送都不是问题 最怕的就是不愿意送 这就得留意以下这项规定 那么外送员应该要把餐送到他的 那个他家的门口 那如果管委会拒绝 其实在台北市 这样是会触犯到这个传染病防治法 希望社区的所有民众 都有更多的同理心 陪着大家一起渡过难关 递送防疫物资 最怕巨送所衍生的纠纷 警方一旦受理 也只能依纠纷案进行派遣 非常时期 只能拿出同理心来 共体时间 三菱新闻台中 南投综合报道 二十四公 includes 第三集 四十五公正 三学党劫